袁世凯反正是因为太贪吃 一天吃十顿饭的他 不仅信奉食量越大能力越大 而且吃起东西来活活像饿似鬼头胎 此事究竟是真是假 历史记载 袁世凯非常爱吃贪吃 甚至毫无底下的满足自己的口服之余 以至于也把自己吃成了脑满肠肥之人 见获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身边的下人透露 袁世凯早年日子过得十分凄苦 虽然他生于河南相乘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 但是因为幼年丧富 再加上是妾室所生的缘故 所以在小的时候也经常寄一顿饱一顿 以至于发达以后 他依旧对食物保持着常人不能理解的战友 真因如此 他的身体还在极为肥胖 而且因为吃多了补血强身 自因赵阳的补品 所以脑满肠肥的他走起路来 活脱脱像只鸭子 本期视频为你揭秘 袁世凯的生活到底有多奢侈 首先 他一天可以吃十顿饭 而且每顿都是大补之物 比如袁世凯一般凌晨五点起床 不知道是为了批语公文还是为了练习武术 反正必不可少的是 吃一碗牛肉汁或鸡汁甜甜豆子 姑且可以算是早餐之前的开胃菜吧 然后过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 等到早上七点多 大家都起床 这个时候一家人就会凑在一起进食早餐 对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来说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不过袁世凯每天会坚持四色包子 集四面的 用碳水加碳水的饮食方式 开启一天 原浅满满的工作 就连偶尔晃口味喝的小米粥 也都是用现熬的浓稠鸡汤 搭配上一粒一粒挑好的小米煮出来 或许是当大总统太累了 每天悠果用名的 对肚子饿得愉快 因此为了给自己补补身体 袁世凯每天上午十点 不喝一碗露蓉 改善头晕 腰气酸软等症状 十一点喝一杯人参 治疗身体的虚弱乏力点 等到中午十二点 就是正式吃午餐的时候 宅一顿就不像早餐那么随便 吃点面条包子就随便对付 按照标准至少是食材一汤 质量和数量都要缺乏 甚至是效仿慈禧太后的口味 来定的菜单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有多贪吃 吃得越多死得越早 绝不是夸张 一天十顿饭 叫慈禧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有一道名为 蒸肥鸭的菜品是他最养 说是需要将生肥鸭去骨 奶油糯米一酒杯 火腿丁 大头菜顶 香 笋丁 秋油 花雕酒 小末麻油 葱花 当罐鸭肚内外用鸡汤放盘中 割水蒸透 据悉做这道菜需要用到两个骨 先剁大块再用油炒 紧接着再割水蒸 而且还要在火上 用鸡汤蒸三天以后才能出锅 更令所有人备赶奢侈的是 袁世凯的蒸鸭 是由他本人亲自取倒饲养 为了让鸭子塑倒 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 下人们都是用鹿绒捣碎 拌一高粱进行喂食 可以说袁世凯的鸭子 一顿饭的火食 比老百姓一个月的火食还要好 据说只有用这种方式喂出来的鸭子 即便是用清水炖 有一种说不出的肉香 其中袁世凯尤其喜欢鸭肝 鸭皮 鸭舌 由于鸭肉本身就有滋阴养胃 沥水消肿的功效 而鸭皮又是这道菜里面精华中的精华 所以每当吃完这道菜 都心情愉悦 等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弹嘴的袁世凯会吃一些零食甜嘴来解馋 那都是什么常人没有听说过的 奶油蛋糕 牛排 披萨 意面等稀采 要知道 当时社会上的普通人 过着都是锦衣缩食的生活 而袁世凯的一张嘴 就足以把民国政府吃他 除此之外 他每天下午都会服用自制的活楼单 还够晚 尤其是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后 袁世凯便想极力打破父亲 祖父等短命的莫兆 于是经常把各种补品 当做花生米一样嚼着吃 等到晚上七点就是吃晚餐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袁世凯的午饭 已经足够豪华了 那么只能说他的晚餐 才是三餐中最豪横摄适的一顿 如燕窝匪牙丝 三鲜疙瘩 西洋参 虫草茶党 而且袁世凯还对珍惜无比的 黄河大鲤鱼情有度数 这是河南省的传统名菜 属于玉菜菜系 肆以外脆里嫩 酸甜咸香而组成 不过这道菜同样非常费功夫 不仅要用到黄河中 超过一斤的野生鲤鱼为主料 还要将其乘火车 运到京城献给袁世凯 确保厨师做菜的时候 用的是活鱼 冰果大总统为进步 每天喝人乳 这一怪癖 如何令琪琪又爱又恨 痛苦不堪 把人参肉绒当明时 吃了他到欧地有多长 本草纲目记载 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 食当进食 可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 同时他还具有补益五脏 润补血须等好处 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 但袁世凯却为了养生 常年雇佣奶娘来保证 每日供给新鲜的忍辱 可谓令人难以接受 除此之外 他一直毫无顾忌地 放松自己的食欲 自欲 153厘米的小个子 整天胡扯海塞 身边的人好言相劝 他也听不进去 反而体重很快就长到了166斤 试想一下 整天打鱼大肉地吃 即便是年轻的小伙子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50多岁的他呢 因此袁世凯身体器官的负荷 非常严重 晚年的袁世凯 饱受尿毒症的病痛 频繁地进行防饰 又枷锁了他身体的亏空 所以接踵而来的压力 摧残精神状态 直接给他原本底子不好的他 上了最后一几 国学大师南怀锦老先生曾说过 修行第一步要守根门 眼耳逼舌心 六根不放异 其中要当属口腹之欲最难接触 一个人或许可以长时间忍受 没有男怀女爱的孤独 但是很难忍受 不吃婚姓的饮食习惯 不论道家还是佛家 之所以提出五婚三宴的戒律 都是因为宗教倡导的 是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 倡导的是大家尽可能的 拨除掉多余的欲望 最后也会有相当一部分观众 至于故事的真实性 甚至第一感觉 对这番言论认定为 一时不一定保真 但一定保矣 毕竟明明不少书籍和文章 提到袁世凯的死 都是忧愤称己 说他是吃死的 肯定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这件事 不仅千真万剧 而且证据缺凿 在一本名为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建文》的书中 就有记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solo阅读 不过任何一位历史人物 都是有功有过的 作为中国近代最具争议的人物 袁世凯生命的败笔 在于背心起义 在黄泉和江山的双重利诱之下 选择了 废钢约法 求荣卖国 不过将黎明百姓 推入封建统治泥潭的人 终究会被盯在历史的 屈辱柱上